第六章 汽车平顺性 第六章 汽车平顺性 第一节课 在上节课我们提到了作为汽车重要的行驶的使用性能 汽车平顺性的概念 汽车平顺性的研究的重要性 汽车平顺性的基本内容 以及汽车平顺性的研究方法 我们提到汽车平顺性 它是指汽车行驶的时候 由于路面不平的原因 造成汽车会产生振动 而在这样一个振动的环境的条件下 如何保持让人感到一定的舒适程度 以及如何保持货物行驶是它的完好性 这样一种性能叫做汽车的行驶平顺性 那么汽车的行驶平顺性我们的研究 仍然根据我们汽车理论 我们对这个课程的定义 它是从系统分析的角度 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 来研究我们这样一个性能 所以说我们汽车的行驶平顺性 它同样的可以把它归结为 我们可以研究汽车的动力学 垂向的动力学 使汽车行驶在道路上 主要由于路面的凹凸不平 所引起汽车发生震动 那么我们研究这样一个动力学问题 垂向动力学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概括起来 它就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既然说垂向动力学问题 它是一个动力学系统 那么知道它在垂向方向 质量 刚度 阻尼 然后外界有一个激励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动力学系统 最后让我们人在乘坐的时候 我们人感觉到有震动 这时候我们对这个震动 它的感觉来进行描述 来进行评价 这就是我们汽车评顺性 它的一个分析过程 那么在第一阶课呢 同样提到了 我们研究了第一个问题 人对震动的反应 因为我们说骑车平纯 其实研究人的舒适程度 由于路面不平引起了震动 研究人的舒适程度 所以我们怎么研究呢 首先我们研究人对震动的反应 然后呢对这个反应 我们进行一个评价 从而达到我们的平衆性分析 达到我们这个汽车 行驶平衆性的指标 那么上级科也给大家提到 我们说我们希望大家下去复习 不是说预习 我们说这个路面呢 由于它是凹凸不平 这个路面呢是一个随机的极力 震动的量呢 我们这路面的不平的量呢 它不是一个确定的量 那么同样呢它的响应呢 我们说这个震动的响应呢 我们上级给大家定义 它是一个随机过程 那么这个震动响应 它的某一时刻的值 或者某一空间位置的值呢 我们知道它叫做一个随机变量 所以这个概念 什么叫随机变量 什么叫随机过程 那么由于这个响应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随机过程 所以它不可能用平常的 等于一等于二 这样一个值的数来描述 它需要按我们学概念的基础指导 它需要用统计的量来描述 它的状态 因为它是一个随机过程 或者说它某一时刻的值呢 我们叫随机变量 所以我们需要用统计的值来描述它 所以上几个提到有功力谱密度 然后提到有军方根植 我们最后是通过这样一个响应 它是随意的过程 那么最后呢 我们用功力谱密度 军方根植 描述这个震动的大小也好 描述人的舒适程度 那我们知道 在讲到震动的评价的时候呢 我们说现在国际上已经推出标准 国际标准ISO2631 这样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呢 它知道说我们人对震动的反应 我们刚刚说了是什么 用四个要素 它跟震动的什么有关系 频率有关系 跟震动的方向有关系 跟震动的强度有关系 跟震动持续的时间有关系 所以既然它是这样一个敏感的程度 所以我们需要加全 那我们对这样一个震动的量 我们最后要评价它呢 是算它的加全值 考虑它的走方向问题 考虑它的频率问题 最后算出一个加全的 它的一个军方根植 知道这军方根植以后呢 再来就可以查表 就评价 这个车行驶的时候 是比较舒适 或者是舒适 比较舒适 或者是不舒适 很不舒适 那么是这样一个过程 来描述 来评价汽车平顺性 那么这是上级课的内容 那么大家看看 根据我们平顺性研究的内容 这是一个系统的角度 我们把它响应谈完了 我们最终关心的 最后我们是要控制这个响应 那么这响应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说是由路面不平造成的 所以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要介绍 怎么样来描述这个路面不平 所以我们今天的研究内容 是路面不平 路面激励 它这样一个过程 它正然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然后我们对它的随机过程 我们来描述它的统计特性 刚才推荐 所以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呢 是要介绍我们这个振动的系统 输入 输入对它进行描述 那么输入呢 刚才提到 它仍然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它的统计特性来描述 那么这个输入呢 所谓道路的不平 所以我们首先来定义 首先来定义它的不平 道路不平它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将会复习这样一个基础的知识统计特性 我们要复习概率论 而振动呢 这是一个随机振动 因为我们会介绍什么叫随机振动 不是一个确定性振动 所谓随机振动呢 它是在一次在振动的时候呢 测量的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定值 但是呢 在大量的实验以后呢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一个统计值 这样一种振动情况呢 我们把它叫做随机振动 或者说随机振动呢 待会儿我们说 给后面的随机实验 有关系 我们再来给予定义 那么我们这一课呢 将会学习这样一个过程 对这个路面不平度 给予定义以后呢 知道它是一个随机过程 那么随机过程呢 我们是需要用它的统计值 功率普密度 那么在功率普密度 有分两类 一个空间频率 一个时间频率 经常说时空概念 什么叫时间频率 大家很熟悉了 多少赫兹 每一秒钟变化的次数 叫做时间频率 那么空间频率呢 每一米的长度 每一个空间 它所变化的次数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它的大小 我们看看路面不平度 我们来定义路面不平度 它的特点 大家知道道路呢 我们经常看 道路你要说它的不平 你要定义它的不平呢 往往是需要选择一个水平面 我们把它叫水平的基准面 那么这样一个基准面 假设我们顺着道路行驶的方向呢 我们给它有一个 或者是中断面上 我们给它有一个抛面 抛面上与路表面的交接呢 就这样一条曲线 那么这条曲线呢 我们把它叫做路面不平度的函数 那么定义出来就说 路面不平度的函数是指什么 路面相对于基准平面的高度 这个Q 相对于基准平面的高度 原这个路面道路走向I的变化 我们称之为这样叫做路面不平度函数 这个路面不平度函数 它就描述了我们道路的凹凸不平 描述了我们道路的凹凸不平 描述了引起汽车震动 它这样一个道路的激励状况 它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归根结底 这样一个道路的曲线 大家想象一下 平常我们举例 比如说从我们的西门进来 到我们的主楼前面 我们的东西干到这条道路 你要测量它的凹凸不平 这样一个值呢 这样一条曲线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随机的 不是确定性的 那么它是需要用到我们说到的概率论 以及由基于概率论的我们振动 基于随机的振动 这样一些知识来确定它 所以上节课呢 我把这张表呢 发给大家了 大家在网上都下载课件了吗 有的同学点头 有的同学不点头 就看看 我基本上是 包括这个课件 每次我都是更新过的 大家下载一下 那么对这样一个道路的描述 因为它是一个不能确定的 我们叫做随机的 所以它需要这样一些基础知识 这个基础知识呢 我认为上次我给大家讲 我们汽车这个平顺性 有的同学说比较困难 实际上是不困难 因为它所有的基础知识 都是我们学过的 我们有新的知识 都是把我们过去学的 是吧 应用数学 力学 然后在我们汽车这个 以汽车这个对象 来进行应用 那么这些内容呢 上次提到 都是咱们学过的 那么随机变量 随机过程 那么对随机变量呢 我们需要用什么 概率分布函数来描述 根据概率分布函数 根据概率分布函数的密度函数呢 我们可以分辨 它是随机变量的分布特征 比如正态分布呢 二次分布呢 均值分布呢 等等 另外随机变量 它需要用一些统计 统计值 是吧 数学期望 包括均值 数学期望值 这就是所谓的期望值 或者均值 包括它方差 包括它均方差 包括均方值 均方根值 另外呢 对于一个随机过程呢 它的一个随机变量的 不同时刻的相关性呢 我们需要用 至相关函数 对于两个随机变量 在不同时刻的相关值呢 我们要互相关函数 包括描述它的 随机变量特征呢 我们还需要用 功力谱密度函数来描述 以及这样一个随机的 我们叫随机过程 是吧 它有很多类型 在我们常规的 或者我们工程上常用的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平稳的随机过程 是一个个台内经的随机过程 需要用这样一些知识 有了这样一些基础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描述 我这样一个震动的输入 是吧 路面激励 是吧 然后呢 就可以进行分析判断 所以对于道路来说 我们说路面不平度 是一个本质 是一个随机的 那么应该用随机过程来描述 那么随机过程 包括其随机变量呢 它是需要由 它的数字特征来决定 这就是我们平顺性 其实平顺性研究 它所需要用到的 一些基础的数学知识 或者说同学感觉比较难的呢 可能就说 大家需要去复习一下 因为真实的道路 大家去想象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正旋的路面 不是一个标准的三角形路面 它是凹凸不平的 这凹凸不平 这是里面的量呢 这个变化量呢 最后呢 我们说可以说随机的 那么需要用这样一些知识 我们一块来复习一下 我们概率论里面提到的 对于随机过程 它需要用一些什么样的量来描述 这是大家学概率学过吧 还记得什么叫随机 这三个量 什么叫随机实验 什么叫随机变量 什么叫随机变量 什么叫随机过程 哪位同学能把你们学的东西给我们复书一篇吗 什么叫随机实验 所以我们要看随机这样一个现象描述的话 我们首先把定义一种叫随机实验 所以随机实验具有三大特征 哪三大特征 你们的概率什么时候学的 一年前还是怎么都笑 这个数学 我们学工程科学的 一定要把数学给学好 一定要把数学给学好 学数学 特别是咱们的运用数学 对我们研究实际问题 我们要上升到一定高度 包括我说我们同学们如果去年硕士念博士 那实际上数学是需要的 那么这里面 这个是我们学过的 所谓随机实验 具有三大特征的这样一个实验 你做实验就叫随机实验 第一大特征是什么 这个实验是可以重复的 第二个 每次实验的值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 每次做实验之前不知道 你这个值是什么值 不知道值是一个确定的 就这样一种实验 叫做随机实验 是吧 可能你们学概率的是什么 你口袋里抓球出来看 或者说检测一个什么产品的一个长度 比如我们测量一个工具 测量一个我们夹根的一个零件的长度 是吧 我们测量值 包括我们说我们测量 我们现在东西干到 我们这个不平度 路面不平度 你测量 你测量 N次 每一次测量出的阶段 在任何一个位置上 它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具有这样的实验呢 叫做随机实验 那么这个随机实验里面 做一次实验 就叫做一个什么样本 是吧 叫做抽样 叫做一个样本 那么做了N次实验呢 这就加起来这样一个 我们叫做样本空间 那么这一看啊 做这样一个随机实验 是吧 这一次两次N次 那么这个随机实验里面 所得到的每一个样本值某一时刻 或者某一空间位置对应的这量呢 这就是一个随机变量 这就是随机变量 你看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说 你这个量是可以重复测量的 这个量呢 每次测量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量呢 在每次测之前 不知道它距离等于什么 但是呢 这个量有一定的统计规律 我们说这个量的平均值是多少 这个量的方差是多少 那么这样的量呢 我们叫做随机变量 那所谓随机过程呢 就是这些全部加起来 就是样本函数的总体 或者叫做这个是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 它的时间或者空间函数 我们就叫做随机过程 这是我们数学的描述 那我们下面看看 在我们讲路面不平 路面不平度函数 我们说它是一个随机过程 大家看看啊 现在我们举例子 就是现在大家正好坐着你们的背后 从西门到东门主楼 主楼前面这条路 这条路的路面的不平 你们来测量 是吧 比如说我们要测N次 第一次测出来是这样的结果 凹凸不平的 第二次测出来是这样的结果 测出N次是这样的结果 是吧 那么我们就要我们再做随机实验 是吧 然后测出来结果 加起来这是一个样本空间 然后呢 我们说在二校门前面 某一个 二校门前面那个地方的 它的路面不平度的值 我们把它定义成I1 是吧 那么你看 我们去测 你跑一次测出一个值 你跑一次再测出二校门的地方 它是每次是不一样的 它肯定是各种原因 是吧 误差是吧 比较大别的 比如仪器的误差也好 包括路面你测的位置 稍微有点分布不一样也好 它会是这样的 那么在主楼前面 比如说它的路面不平 我们叫IK 这个值呢 也是得这样 它每次测在不一样的 那我们说在二校门前面 这一个路面不平度 在主楼前面的路面不平度 在主楼前面的路面不平度 我们说这两个值呢 要做随机变量 那么我们说它是一个路面不平度函数呢 刚才说了 是指你测N次以后呢 随着那空间位置 是吧 这个加起来 这一个整体 我们把它叫做随机过程 所以我们说路面不平度 是一个随机过程 像这个能理解吗 哪位同学给我解释一下 路面不平度是一个随机过程 因为你的测量 我们说你做实验 你做 每次是可以重复的实验 但是每次做出来测出来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另外每次测之前呢 不知道它的结果是多少 然后呢 在各个位置呢 它对各个位置测到的 这一个指南不平度指南 是一个随机变量 然后把各个位置 这些指累加起来呢 它就是一个随机过程 所以路面不平度是一个随机过程 这个能理解了吧 路面不平度函数 是一个随机过程 能理解了吧 OK 这就是说路面 这个路面不平 比如说我们东西干到时候 路面不是一个正旋路面 不是一个矩形路面 而它是这样一个 测出来 它是这样一个随机过程 我们需要 按这样一个随机过程 大家想 你测N次都不一样 那你能随便说它等于1等于2吗 你只能用它 这比如在二项门前面那段路 它路面不平度的均值是多少 是吧 它的方差是多少 用它来评价 我这路面不平度的状况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所需要用到的这样一个概念 好 既然我们理解了路面不平度函数 它是一个随机过程 那么对这个随机过程 我们要进行描述它 所以我们说它需要用一些概率论的知识 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概率论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对于连续的随机变量 比如说位移力 包括我们现在说路面不平度 是吧 这样一样 那么要描述它 它在空间某一位置或者某一时间 时刻的值呢 我们称之为是随机变量 那么这个随机变量要描述它呢 是需要用什么呢 概率分布函数来描述它 而所谓概率分布函数呢 比如我是这样一个随机变量 它小于等于某一个值的 它的概率是多少 然后这个值在不断变化 形成这样一个函数呢 我们称之为概率分布函数 那么概率分布函数 对这样一个X去导数呢 我们叫概率密度函数 你看密度函数的特点 基本等于1 就一定发生的概率 所有的事一定发生的时候 概率就是等于1 然后呢它有这样一个 当这个值是在这之间呢 它的这样一个概率分布函数 等于这样一个值 那么这个P呢 它是等于这样一个微分 是吧 概率分布函数 对这个一个变量的微分 叫做概率密度函数 这也是咱们学过的 那么在点 那确定我在随机变量是吧 随机变量 我们刚才说路面不平度 在某一个位置 在某一个空间位置的量 就叫做是一个随机变量 这个随机变量的特点呢 我用概率分布函数来描述 那么概率分布函数呢 它根据 它的概率密度函数的不一样呢 它也分为不同的 比方我们最常见的 叫做什么 高斯分布 或者叫正态分布 经常在说 什么叫正态分布 就是如果你这个量 是个随机量 你看它的概率密度函数 是什么特点 我们把它称之为 概率密度函数 对于均匀分布函数 如果概率密度函数呢 等于你看一处上 这个之间前后值 是吧 那么这样一个值呢 如果密度函数 等于这样一个特点呢 我们叫做均匀分布 那么我们常规 经常用到的 工程上很多问题 很多这样一个随机变量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正态分布 是指它的概率密度函数呢 大家想经常这个公式 虽然写的很复杂 但是经常把它记下来是吧 它一个sigma值 有一个mx值 待会知道这个sigma值呢 就是标准差 方差是吧 方差 方差sigma x方是吧 均方差是吧 这个均值 它如果是这样一种分布值 或者说分布函数 概率密度函数 是吧 在均值的地方是最大 然后呢 在其他地方呢 随着那个方差的大小呢 它的分布特点 成这样一种规律 那么这样一个概率密度函数呢 如果是成这样一种分布 我们称之为这样一个 我们随机变量呢 是正态分布 而我们大量的测量 我们大量的 比如说我们说路面不平度 最后我们会把它定义成 它也是符合正态分布 由于有正态分布 它的密度函数就 概率密度函数就相对简单 可以来进行数学上的描述 讲了这个地方 大家又不清楚了吗 都清楚吧 帮你们复习了 这是你们数学老师做的事 我再帮你做了 那么既然说随机变量呢 它是由 首先是 如果说是随机变量 在我们路面不平度 这个随机过程里面 我们说在路面不平度 空间某一位置 或者某一时刻的值呢 这个值呢 叫随机变量 这样一个随机变量呢 它可以用概率密度函数 来完全表证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说 概率密度函数有时候太复杂 我们能不能选出 它一些特殊的东西 另外呢 选它特殊的东西 我们说可以用它的数字特征 而这数字特征就是经常用的两种 我们称之为均值方差 用这样两个数字特征 来描述我这样一个随机变量 它的统计特点 或者换句话说 你一说随机变量 你只能去找它的概率密度函数 要找概率密度函数呢 可以去找它两个数字特征 这就是数字化的东西了 就算出来是一个结果了 它不是像我们前面随机变量 要做N次 然后做出一个 每次结果不一样 而你要平均 你对这样一个分布状况呢 你可用两个数字 一个它的均值 一个方差 这个顾名思义 根据这样的定义呢 它是等于这样一个关系式 它们 你如果知道 你看我们经常算 你们在做统计 在做测量数据统计的时候 经常要算它的平均值是多少 算它的方差是多少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算 你测量那个值 它不是一个确定值 它是一个变化的 它是一个随机变量 你只能用它的一些统计特征 来描述它这样一个变量的特点 所以我们需要有均值方差 当然呢 如果对两个随机变量来说呢 我们还有一个斜方差 这是一个概念 好 刚才讲到 随机变量 可以用概率密度函数 概率分布函数 然后它的导数概率密度函数 概率密度函数呢 然后同时呢 我们可以用它的两个数字特征 均值方差来确定 那么对于一个随机过程 刚才说随机过程 就是随机变量的函数了 它是随空间或者位置函数 那么同样要描述它呢 它还需要用到另外一些特点 比如说相符关系 自相关函数 那么对于平稳 随机过程呢 它也是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 那我们常用的 我们说用所谓的平稳的随机过程 来描述 那么这个平稳的随机过程呢 是指它的均值方差为常数 而它的自相关函数呢 仅仅是时间套的函数 根据定义前面讲的 如果它的均值是一个常数 它的方差是一个常数 而它的自相关函数理论上是T1T2 但是它跟T1T2的起始没关 它只跟这两个这些相互差距有关 只用套来表示 那么如果满足这样一个条件的随机过程 我们叫做平稳的随机过程 一句话 这是我们为了工程分析问题的简单而用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实际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 我经常处理的是 我把这非线性系统化成线性系统 那我们对于随机过程同样的 我们为了分析问题的简单 常常假设它的均值是一个常数 假设它的方差是一个常数 假设它自相关函数 因为它只和时间间隔有关 那么这样一种随机过程 我们叫做平稳的随机过程 它是分析问题简化 同样的还有一个特点 叫做随机过程的个态力精性 这又是一个描述随机过程 什么叫个态力精的随机过程呢 它说用一个样本函数 在整个时间轴上的平均值 来代替极平均 大家知道我们求数学 期望要做很多次 要去算出来概率分布函数 如果这样一个分布 算这样一个是极平均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极平均 那么时间平均呢 你看这个极平均它是需要用概率分布函数 如果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极平均 这是我们常规标准的一个平均 那么你做这样一个均值的时候 你需要概率密度函数 要做很多次抽样 那如果我们能不能把它这个问题简化 我把那个车的一个时间车长一点 在时间上来平均它 大家看这两个平均是不是不一样的 数学概念上是不是不一样 看见了吗 所以个态力精 是一个随机过程 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时间平均 来代替极平均 代替样本平均 那么这样一种随机过程 我们叫个态力精性 这是问题简单的 大家都说喜欢做计算机 你要做这个去算这样一个 算这样一个叫均值的话 你去找概率密度函数 比较复杂 如果你做这个就简单了 你对一个来的一个时间信号 是吧 你用计算机来采样采样采很长很长时间 采完以后把它时间记录下来 然后对它做这样一个积分 再除上它 这样一个时间平均 是吧 时间平均 来代替这样一个样本平均 基平均 那么如果具有这样一种特点 是吧 我们称之为是个态力精性 你看我刚才说平稳过程 个态力精过程这样一个 如果假设它是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我的数学处理就简单了 我们计算机 大家同学玩计算机就可以处理了 很简单的处理了 算它的这几个统计值 就用它来算 包括那个方差 用它来算 是吧 这个呢 用 等于是吧 等于它 这个用它的计算 那么 对它的 自相关函数呢 也等于这两个 这两个值 一个套的值 然后就积分 那么这里面自相关函数 大家看看 我们平常在上一刻提到一个均方值 这个均方值 我们前面定义了 是吧 我们要帕萨巴定理的时候 这两个是 你看 这个平方 然后再来除上T 积分以后 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 均方值 均方值它恰恰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自相关函数 套等于0 是吧 或者说这样一个平方值 求平均 基平均 这个叫均方值 所以它有这样一个关系式 这些都是我们后面谈到的 均方值有了以后 就有什么 均方根值 是吧 对这个开方就是均方根值了 你看 在我们书上在讲 震动响应的时候 我们用了均方根值 这个均方根值 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从这均方值来的 因为均方根值 大家看计算 均方根值有一种计算方法 把它 是吧 平方以后 积分 然后再除上时间 把这叫均方值 再去 给它开根 就是这个均方根值 待会儿后面我们会证明 这样一个值呢 给我功率谱密度函数 也有关系 好 这再讲到我们随机过程 讲到我们路面不平度 是一个随机过程 我们需要用它的统计特点 统计特征 它的均值方差 至相关函数 同时呢 得到它的均方根值 来表示 可以用它们来描述 所以前面 为什么讲随机 震动响应的时候 需要用这样一个均方根值 来描述 因为它是这里面的 描述随机过程的 一个统计值 一个统计值的数字特征 它可以来描述它 好 那么有了 叫做均值方差 至相关函数 那我们下面看看 来定义它 它的功率谱密度函数 是怎么来的 既然提到 我们用平稳的 各台立金的 这样一个随机过程 我们假设 我们道路的不平 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这样一个 平稳的各台立金的 随机过程 它是问题简化了 所以 它的自相关函数 对于这个随机变量 在两个时刻 随机过程 在两个时刻的值 对它取平均 这个值 定义为自相关函数 它是等于这样 如果是各台立金的时候 它等于这样一个 时间平均值 所以平常看 我们经常用时间平均 来取代我们的概率平均 几平均 这是因为它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各台立金 平稳的各台立金 这样一个条件 那么自相关函数呢 在工程上是可以用的 我们现在大家在学什么 学信号处理 是不是也在学 电路 你们在学数字电路也学了吧 电路学了吧 电路学完以后 学不学那个什么的 电路的应用啊 讲自相关函数 自相关函数法 来确定判断信号的特点 我们说自相关函数 它最做出来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用这样一个结果呢 它可以判断 自相关函数有什么用处啊 自相关函数我们可以拿来 在工程上有什么运用 它不仅说做我们的震动用 在我们电信号里面 电信号处里面 它有什么样的应用 大家看啊 它可以判断出 你这个信号里面 就是你平常你检测到的信号 接收到的信号 比如发报呢 或者什么接收 就是接收的时候 你接收一个电报来的时候 你接收到的信号 你可以判断你的信号里面 是不是有噪声的干扰 或者那个信号是一个周期信号 或者仅仅就完全是一个噪声信号 或者里面有一个非常弱的周期信号 那么可以通过这两个自相关函数 相关函数法来判断 大家看这个自相关函数 如果是这样一条曲线表述呢 说明这个信号里面 说明这样一个接收到的信号呢 是包括什么样的信号 它是信号的类型和信号能量大小 你能看出来吗 从这个字 这条曲线说明了什么 能看出吗 能看出它的结果吗 它最终会做出自相关函数 会做出这三个结果 是吧 刚才上面一个结果 另外一个结果呢 如果 你那个信号里面 如果相关函数做出这样一个结果 那说明你这个检测的信号是什么呀 只有什么 只有正选信号 因为你根据这个相关函数的定义 噪声信号的话 是随着这个套的时间 噪声信号是杂乱无章的 它两个时刻之间的相关性很差的 随着这个不同的时刻 它们的两个不同时刻 它的信号时间增长呢 那么这个是等于 噪声是衰减等于0的 所以你看 随着时间增长 如果噪声信号为0呢 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信号 真实信号就是一个 如果是个周期信号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信号呢 表示它只有噪声信号 这个曲线 那么如果只有弱的周期信号 是哪一种特点呢 这个如果你的相关函数 如果是这样一个特点 是吧 刚起步的是很大 但是随着时间消失的时候呢 那个噪声就降低了 噪声就越来越小了 剩下的是一个非常弱的周期信号 就是它这样一个情况 好 所以这是我们 自相关函数的应用 这个是你们在学科里面 肯定学过的 大家回去复习一下 那么我们这是一个自相关函数 我们顺便讲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下面看看 自相关函数呢 它的复列变换呢 是功率谱密度函数 所以什么叫功率谱密度函数 它是等于这样一个特点 我们经常讲的 我们经常讲的维拉清新公式 功率谱密度 上去课就用了 GX是单边谱 SX是双边谱 它给我的自相关函数呢 成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复式变换 时间对它的复式变换 取这样一个积分的话 那么我们称之为 自相关函数的复式变换 等于我们的功率谱密度函数 同样呢 那么功率谱密度函数的逆变换 复列逆变换 就等于自相关函数 这就是在我们信号处理里面 经常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公式 叫维拉清新公式 这是我们根据 路面不平是一个随机过程 你要考虑它 这个随机过程里面 不同时刻的两个随机变量 它们的相互关系 我就要用自相关函数 而自相关函数呢 它的复列变换对呢 它的复列变换呢 就是功率谱密度函数 那么是这样一个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看 功率谱密度函数 到底和均方根值 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前面你看 我们在讲上一章的时候 提到的是响应 然后算出它的 什么功率谱密度函数 然后再算出均方根值 然后再用均方根值 去评价它的大小 是吧 那么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那么根据我们这样一个描述 看点 对于平文的戈台立经的过程 均方根值 前面讲均方 均方值 先讲均方值 我这儿是均方根值 就是它开平方根了 是吧 均方值在前面已经提到 是吧 所谓这个随机变量 对它取 取期望值 取均值 如果它是戈台立经 就用时间平均来代替 就是这样一个表示 那么这就是均方根 均方值 那么对于零均值的随机过程的方差呢 它就等于均方值 所以这大家可千万注意啊 平常我们经常用这个量的时候 指的是方差 然后这个呢 我们叫什么 标准差 或者军方差 标准差 然后用那 用这样一个字呢 军方值 这边看见 但是经常呢 我们把它叫 经常这样写了 经常用它来表示 经常用这个嘛 你看书上的课本 你们看书上的课本 在讲均方根值的是用它来表示 用它来表示 实际上 这是不年仅的 它应该说明条件 它在这样一个条件下 君之为零的时候 方差才等于均方值 所以标准差 所以标准差 我们这个叫标准差了 或者叫军方差 是吧 标准差呢 才等于均方根值 因为它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所以现在大家记得 平常我们在讲均方根值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标准差来表示 它是有条件是指什么呢 均值为零 这都是我们随机变量里面的统计特例 均值为零的时候才成立 好 再回到到底你提到的均方值和功力谱密度值是什么关系 我们又回到上节课提到的这样一个帕萨法等式 这帕萨法等式呢 这个数学证明呢 我们不去证明了 大家就想象就是在时间轴上的能量和在频率轴上的能量是一样的 你根据这样一个的定义 这是一个在时间轴上的能量 然后呢 既然这有一个在频率轴上要积分的话 我们称之为fxf 这个大的fxf呢 实际上就是xt它的什么负质变换 那么成为这样一个绝对值的平方 它称为能谱密度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密度的概念 密度所谓密度呢 就是单位频率下的值 我们叫做密度 好吧 在某一个平台下的值呢 我们称之为谱 是吧 那么这个在单位平台下的这样一个值呢 在单位平台下这样的值呢 我们称为能谱密度 然后对这个等数成立的话 上节课我们给大家提醒过 如果我对它两边取时间的平均 这是取时间平均 那么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呢 你看它就是功率谱密度 又这是功率了 再变成功率了 再变成功率谱密度了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变换 大家思考一下 休息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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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